政府规定今天起 凡是从外国回来的大马人 都必须送往政府规定的检疫中心 隔离14天 不过政府如今亮绿灯 允许东马子民抵达半岛后 可以转机回到沙巴沙拉越才隔离 至于目前无法回国的大马留学省 政府将通过赞助机构或单位 承担滞留学省的住宿和粮食费用 高级部长伊斯曼·沙比里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汇报 所有从外国入境的国人 必须隔离14天 但是政府允许东马子民 抵达后转机回到个别的州属才隔离 警方法院的国家、沙巴和沙拉越 哪个国家的外国 将来到外国 包括南岛 将来到南岛 因此我们正确保 他们将来到外国 和沙巴和沙拉越 因为他们将在国际 针对有不少我国留学生 目前依然滞留在其他国家 伊斯曼表明 政府鼓励他们留在原地 因为有些国家的出境限制更严谨 身处境内的大马子民 恐怕无法顺利回国 但是政府将通过赞助单位和机构 承担这些学省的住宿和粮食费用 同时政府也鼓励私人机构赞助包机 将滞留国外的子民带回国 不过必须通报国家安全理事会 确保通关程序不受影响 政府也保证 不会忽略其他国籍的移工和难民的福利 但是呼吁各国大使馆扛起责任 确保那些在本地工作的他国子民 得到应有的照料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